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国立的8月30号到9月5号十二生肖的周运事 本周呢,一定要记得越感恩越好运 其实心存感恩之心呢,在任何的时刻呢,都是必须要去做的 不论你现在呢,是遇到了困难或是遇到了好运 总而言之,在困难的时候,感恩呢,这个功课让你呢,是变更好的开始 那如果呢,你现在遇到很顺遂的时候呢,纯有感恩之心呢 反而会让你的好运气呢,持饮保态更加残久 总而言之呢,感恩就对了哦 好,本周呢,生肖鼠猴、老鼠还有龙的朋友呢 运事的表现有四颗心的好运气哦 这个礼拜呢,会在事业上呢,展露头角哦 你会觉得说,有很多的机会呢,可能以前不在你身上 但是呢,现在呢,会有一些重责大任哦 或许会有点辛苦 不过呢,也是让你呢,迈向人生更好的目标前进哦 我觉得呢,有一些好的机会 不要嫌累,把握就对了 好,本周呢,生肖鼠蛇、鼠鸡还有鼠鸢的朋友呢 运事的表现有三颗心的好运气哦 那尤其呢,在桃花方面呢,会表现得很突出哦 不过我觉得这礼拜呢,或许呢 很多的朋友会感觉到,嗯,可能人生很无常啊 那觉得呢,要好好的珍惜呢,你身边的至亲好友 我觉得呢,当你有这种念头,赶快去把握当下 好好的去相处,彼此不要互相的计较 就是你人生最幸福圆满的时刻哦 所以这礼拜呢,人缘桃花很旺盛 但是呢,也会带给你在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启发哦 好,本周呢,生肖鼠虎、鼠马还有鼠狗朋友呢 运事的表现只有一颗心的好运气哦 那这礼拜呢,会感觉呢,运程呢,多有阻碍哦 会有很多的事情呢,会让你感觉停滞不前 但是呢,也是考验你的耐心 培养你耐心的最好的时刻哦 那这礼拜呢,多行善不失 多做一些工艺 行有余力呢,多去帮助别人呢 你会发现在这当中会获得更加的成就感 或许也会让你转念成功哦 总而言之,心情不好的时候 让自己好好的休息,睡一觉 我相信呢,什么事情天塌下来也难不到你的 好,本周呢,生肖鼠猪鼠兔鼠羊的朋友呢 运事的表现有五颗心的好运气哦 把握时机,抓准契机呢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财运呢,这是围绕着你哦 所以这礼拜呢,很多赚钱的好运气 还有动力呢,千万不要停 好好的努力去做,去开创就对了哦 那你会发现在一波的不景气当中 你还是呢,最有机会的哦 最表现最亮眼的 好好的去努力充斥,珍惜当下 那就是成功的开始哦 好,来看一下本周生肖加码的部分 恭喜财运最好生肖鼠兔的朋友 鼠兔的朋友呢,这一半有进财的机会 不过呢,可能也会花一点钱去犒赏自己啊 不过适度的犒赏自己是不错的 但是不要过度消费呢,又让你才来才去哦 来看一下,事业最强,恭喜生肖鼠兔的朋友 鼠兔的朋友呢,在这礼拜呢 事业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哦 所以呢,要保持你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就对了 好,努力向前冲哦 桃花最红,恭喜生肖鼠兔的朋友 鼠兔的朋友呢,在这礼拜当中呢 会有好的贵人来帮助你 让你呢,觉得事业啊,生活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哦